大家好,我是波卡多,这次要来整理龙珠里,身为原本是红断代军团的科学家,可罗博士,制作的人造人1到21号,让各位了解龙珠里的所有人造人,那么就开始咯! 人造人1到7号,是可罗博士有问题的作品,在七龙珠动漫里没出现,但在电影迈向最强之路中,有除了人造人8号以外的残骸,而这些可能就是人造人1到7号,人造人8号,这是在悟空小时候, 在红断代军团基地所遇到的第一个人造人,是被人者,尊奇给放出来对付悟空,不过因为他讨厌做坏事,并拒绝命令,还跟悟空成了朋友,被红断代军团称为失败作品,人造人9到12号,在红断代军团被悟空消灭后,可罗博士为了报仇,所以后来人造人,几乎都是为了打败孙悟空所制造的,但9到12号都是有问题的,不管在动漫或电影里连影子都没出现,这里就简单带过罗, 人造人13号,13号到15号,是在龙珠电影版《极限之战》三大超级赛亚人中出现,他们也是都有问题的人造人,但完成度极高,在可罗博士被17号杀死后,电脑自己运作,并将他们启动,13号是三个里面,最晚被启动,但却是话最多的,在电影版对战时,是对上悟空,超级13号,是人造人13号,吸收了14号跟15号的晶片和零件, 变成蓝色皮肤的人造人,而他也给了悟空史上最痛的一击,是悟空吸收了元气弹后的狂暴形态,才能将他解决, 人造人14号,跟13号一样在电影版出现,绑着骗子,是个没什么话的家伙,后来是被特南克斯砍爆, 人造人15号,同样在电影版出现,也是没什么话的人造人,戴着帽子,身形较矮,还戴墨镜,被达尔一拳打断脑袋后,爆炸鸡鸡,人造人16号,在鸟山明老师的访谈中,有提到16号是可罗博士以儿子为原型创造出来的,是纯机械制造而成,有很高的战力,是个非常安静,喜欢大自然的人造人,但却被可罗博士称为失败作品,在赛鲁片时,他最后是被赛鲁踩爆脑袋, 但这也成为物贩变成超二的契机 人造人17号,原名是拉比斯,跟18号是双胞胎,原本是人类,但被可罗博士擅自改造,变成永久是能源的人造人,赛鲁片时,被赛鲁吸收,但有被复活,而在龙珠超,已经结婚,并担任动物保护区的保护官,并在力量大会上,成为最后一个留在场上的选手 另外在龙珠GT,可罗博士跟妙博士在地狱里,也有制造出另一个一模一样的人造人17号 超级17号,是在龙珠GT里出现,是地狱的17号跟人间的17号合体而成的,校状,战斗力高,还会吸收气功,但最后在18号的帮助下,被悟空龙拳家规派气功给解决,但说实在个人没有很喜欢超级17号的设定,我反而比较喜欢在龙珠超,力量大会上,一直助攻,成为MVP的17号,感觉比较有个性,还帅气多了 人造人18号,原名拉兹利,跟17号是双胞胎,原本也是人类,被可罗博士擅自改造后,变成永久是能源的人造人 在赛鲁片后,跟克林结婚,并有个女儿,她可是龙珠里面的女神呢 人造人19号,吸收能量型的人造人,手掌上拥有吸收能量的装置,长得胖胖矮矮的,很像金正恩,最后是被超赛达尔打爆 人造人20号,她就是可罗博士最后将自己改造成的样子,也是吸收能量型的人造人,在被比克打败,逃回研究室后,却被人造人17号,杀死 人造人21号,这是在龙珠游戏中出现的角色,是由鸟山明老师亲自设计,有着红褐色头发,还戴着眼镜,是融合可罗博士儿子的母亲 一个杰出的研究者,其无数战士的细胞而制成的,在可罗博士死后,是由超级电脑持续将它完成,是个超越赛鲁的人造人,也因为有苦污的细胞关系,还可以变成女苦污 在游戏中,它还有分裂成善良跟邪恶版,而邪恶版的将赛鲁吃掉后,身上还多了赛鲁的斑纹 以上,就是在龙珠里的,所有由可罗博士制作的人造人,其实赛鲁也算是人造人 但在另一部影片中有介绍过,这里就不再多说明啰 那,如果有漏掉或是说错,欢迎在留言补充哟 我是波卡多,喜欢我的影片,欢迎分享或订阅,那波卡影片,下次见 谢谢你